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公诉精英后再眼力见玫瑰 挑战高难度角色 热巴真有你的 公诉精英后再眼力见玫瑰 挑战高难度角色 热巴真有你的 说到迪丽热巴 这几年她的事业在圈内可谓风生水起 自从凭借克拉恋人 以及三生三世系列爆火之后 她的咖位也在圈内直线飙升 晋升一线女演员行列 颇有观众源 而且她古装 现代类剧集都能驾驭 这些年接戏接到手软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女演员几年来能迎来一个大爆角色 迪丽热巴在白凤九等角色之后 前几年凭借你是我的荣耀中的乔晶晶在攀事业高峰 接戏接到手软 从目前来看 迪丽热巴的带播剧不少 涵盖了古装 现代等题材 其中 古装剧就有安乐传 而现代题材的则是一部当代检查剧《公诉精英》 对于此前大多演古偶和现偶剧的迪丽热巴 此次出演正派形象 引发了不少关注 从这部剧看来 迪丽热巴可能是开始转型 往实力派路线走了 不过 在这部《公诉精英》还未开播之际 近段时间 迪丽热巴又有一部新剧要来了 该剧叫《利剑玫瑰》 是一部当代涉案剧 题材很新颖 爆款箱十足 该剧聚焦打拐题材 讲述的是为查找男友死亡真相 一心想进入禁毒支队的锦花 邓严在一次解救 婴儿人质事件中表现突出 被调到了打拐办代理主任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他通过自身缜密的推理和精准判断 揭开了多个拐卖事件背后的惊天黑幕 他与同事一起携手共进 最终将包括自己表扫在内的犯罪团伙成员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也查出了男友被害的真相 在这部剧中 女一号人选目前正在接触的是迪丽热巴 热巴这两年热度有增无减 而演技也一直在进步 此前在《你是我的荣耀》里 饰演的当红女星乔晶晶 可谓本色出演 撒娇卖萌也不显脚柔造作 而在《长歌行礼》 热巴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江里长歌的性格演得很有层次感 这几年 他演技的进步有目共睹 在这部剧中 热巴扮演的是女警花邓言 后来进入打拐办工作 为拐卖儿童妇女等案件上做出了许多贡献 这个角色挑战难度还是很大的 高颜值并非首要 关键还是演技 所以 此次热巴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除此之外 该剧的男一号是实力派潘月明 众所周知 凭借《白夜追凶》再度爆火 这几年又凭借《鬼吹灯》系列网剧知名度大增的他 说是书圈顶流也不过分 论演技 潘月明是大家盖章认证的 而对于外形来说 潘月明演这类颇剧正能量的剧也能稳稳拿捏 对于观众而言 潘月明再悬一剧 冒险剧都塑造了经常经典的形象 所以会更期待这部涉案剧 相信他给观众带来的新鲜感也会很大 目前 这部剧还未正式官宣阵容 具体事项还是以官宣为准 不过 热巴和潘月明的组合 着实吸睛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